星铁大顶七版本前程刚刚结束 那各位新兴奕奕的大教哥 星期日和大英复活赛的廷运 我们终于能支下他们的技能了 一个是能拉条的召唤武兵 前来回能的铜鞋辅助 而另一个则是很明显的击破怪 那么问题来了 周天哥能把警员带到什么样的程度 王贵人廷运又能在击破的攻斗中 替换谁呢 咱们拿好对话码 直接新穷猎车 开动 对了 我们立志打造全网市区效果最好的功率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一个硬币10经验 一个转发5经验 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 也可以让我们铲除更好的内容 那咱们就从大教哥星期日开始 他的战绩简单来说 就是战绩拉条角色 以及该角色的召唤武 大招威我方单体恢复能量 剩下的都是一些增业 不知道数字 咱们也不敢多猜 所以咱们也从拉条和回能 两个方面来分析 拉条最特殊的点就在于拉招唤武 那目前一共有三位能带召唤武的角色 分别是 警员 托帕和灵莎 那这其中警员的神军最慢 而且神军是警员的核心输出技能 被拉条的收益也是最高的 托帕的战战可以直接被追下攻击拉条 拉条成本很低 所以周日这个招唤武的拉条收益 对于托帕来说就比较低 而且托帕目前的单C能力也比较有限 更多的是作为副C搭配群拐入队 那周日它毕竟是个单拐 击合度是比较差的 而灵莎则综规中矩 服务员不快不慢 算是中等 周日的到来 或许可以开发灵莎的虚构能力 那目前来说 给召唤武拉条这个机制 庭身最大的肯定就警员了 周天哥表示 谁说警员不行了 这警员可棒了 加上大修官还会给警员本身拉条 所以对于警员来说 收益是巨大的 而且这种收益并非是完全的数值 还有机制上的提升 可以说彻底解决了老景初上漫的问题 过去大家都说老景站起来了 可能更多的都是调侃 但这次老景大概率是真要站起来了 不过破几盆凉水 老景必须是1.0的老角色 其数值还令人堪忧的 成为人权肯定不太现实 但强度上提升一大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没有警员的开拓者 就不需要周天了吗 当然不是 拉招呼物这个机制 可以说是独一挡的 和卡夫卡引爆堕特一样 估计长时间内都不会有重复的 所以3.0如果有招呼物大C 可能就需要周天哥来作为队友 那么现在你抽个林佳林放在手面 投资一波未来 岂不美在 不过根据以往的信仰 整整百倍的大C 他毕竟会带复刻的 比如流音上线 软眉就插队复刻 飞翘上线 只跟鸟也插队复刻 所以未来可期未来抽 只是如果你恰好有警员 可以先抽一只跟老景爽一些才说 那不是警员的玩家 那是不是就只能选择复刻创了呢 当然不是 其实隐约的队伍也可以使用周天的 毕竟大招回能 但是也不是一定能用 我们需要下周具体的周天的数据 再给大家详细分析 这里涉及到的点会有很多 那仰传商呢 理论上可以按照布罗尼亚那一套来 但如果是搭配招呼母角色 国王未来和单战斗 还未接触都是有一个回合 那这样就会导致 被拉条的招呼母吃到身上 再加上周日基本不攻击 四星中间没有比较契合的光追 555呢 用起来也会比较别扭 所以周日大概率还是比较需要专属光追的 一切呢也是一样的 理论商呢带四多套 可实际上 虽然周天的大周是单体 但占及的拉条会消耗四多的回合数 所以他大戴比后和布鲁尼亚一样 只能吃到一层四多 偶尔吃到两层 可能啊他还需要等待更加适合的一切 那那一圈呢很明显 但路沙卡 这个肯定是可以稳稳吃买的 你可以先带着 充能神的肯定是必备了 其他主角呢 得先看看周日有没有攻击转模 或者其他转模来决定 刷到的话呢就先留着 另一边呢是复活归来的王鬼人 听晕 不好意思念错了 是王鬼人 那他的技能又是如何呢 首先呢他是目前唯一一个 战绩非攻击的虚无辅助 过去所有的虚无角色里面 普攻战绩和终结技都是攻击性的 那庭云一上来就直接打破常规 战绩是给我放一名角色下buff 大周呢就是群体攻击 而且还有虚忍性 和超击破伤害有关的机制 那这里已经可以确定了 是一个击破怪 所以我们分析围绕击破来讲 那一共有三个关键点 首先是庭云的火属性 那这意味着 庭云和流云的契合度会更高 而且和另外的乱破不挑的机制动呢 会更低一些 其次是他提供的两个buff 虚忍性和超击破伤害 我们之前就说过 虚忍性对于乱破来说意义非常大 特别是在混沌之中 敌人被击破 不仅可以给乱破加天赋的充能 还能触发额外能力 恢复能量提升非常的大 那对于流云 最关键的还是可以稳定触发二魂 不挑的自加速暖击 并且获得更高的击破伤害 那综合本期的混沌来看 虚忍性对于两指的提升啊 相对于乱破来说会相对小一些 超级破伤害呢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超级不幻能的归属 很显然 敌人的整个设计逻辑上 更加类似于铜鞋主 大概率啊 他是铜鞋主的上位 那从商业角度出发呢 换下白松的铜鞋主 而不是先给你的软媒呢 更加符合商业目标 但主角和流云一起配断 已经这么多个版本了 突然要分开这种事 不要啊 那起码要让流云再接触我十年吧 不 一百年吧 接着来讲一下复刻决散 流云的复刻只能说是意料之中 毕竟王贵人都上线了 阿底宁时代的皇后 怎么的也得看着点 流云的相对持有率来说呢 要较高一些 重点来说是新婚 那在确定停运的 一持续三个回合之后 整个队伍的战绩点消耗 基本就已经确定了 那就目前而言 流云的一回相对来说 价值没有那么高 反大之前 可能会被抢吉普的二婚 可以稳定出发 所以如果你恰好有一婚 那么补一个二婚还是值得的 一婚补补补呢 就得看庭云一婚是个啥水拼了 除此之外呢 新玩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选择性抽流云 可以预见的是 庭云补枪过后 流云还会强势一段实际 当然如果已经抽了乱破 就得谨慎考虑了 虚认性的加入 可能会彻底弥补乱破的短板 而警员的复刻呢 肯定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目前他最适合星期日 但从值不值得抽的角度来说 肯定是不值得 就算有周天的警员 大概率也没有办法成为人权 所以理由就是 如果周天神的强盗 能让警员达到如此的高度 那么后续数只更高的招呼物大C 事实上周天 那就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周天也大概率是跟警员玩一玩的 在后续三个零召唤体系 做好准备的角色 毕竟软眉也是1.6才出 谁也没想到2.0时代的强度走向 当然老兵不死 只是刘里 如果你在之前就已经抽了警员 那么把剩下的资源 投到周天哥身上 肯定是最佳合适的 增强现在也投资未来 那接着说一下 最近的一些改动和优化 从下个版本开始 虚构学生将会进行更新 改成类似于上次比武的形式 同不同的战役机制来累积战役 战役只买了 就直接进入战役汹涌状态 获得一系列强力的buff 同时积分的计算方式 也会有所改变 敌方将会固定为 一精英加多小怪的形式 仅削减精英敌人的血量 才能获得积分 击杀小怪则可以按照百分比 来扣除精英敌人的血量 精英死了就会直接转波次 每步的积分 从之前的一万一万两万 变成了八千一万六一万六 那毫无疑问 精英不锁血 就意味着伤害足够可以强杀精英 但目前不清楚精英的血量有多少 所以也不太好评判对单的角色 到底能不能打 但目前来说 比较可以确定的是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 黄泉中对群家伤害 意义上的输出类型 可以更多的削减精英的血量 在虚构中的表现 大概于它是会增强的 第二就是 前三层对于对单的决赛来说 会更加简单一些 六五对单输出 或许有强杀的能力 第三就是 buff将会更加关键 如何利用好buff 是能否打满的关键 而其他方面 比如说利好翡翠银之中传统知识 还是利好于对三的毁灭 就比较难说了 主要还得看 敌人的排布和精英怪的血量 夺出来的伤害 到底是锦商添花 还是雪中松炭呢 那除此外 还有像优化 也像实装 就是可以删除过往任务资源 来节省空间 在当前 手机内存大涨价的时代 这个优化也算是非常及时了 最后呢 这是我们这次的版本大活动了 这次的活动名为 宇宙加装纸 嘿嘿 我们开拓者终于有自己的小房间了 那活动的目标 就是给我们自己装饰房间 没有小三月 给咱们暖床 多少有点难过就是了 那希望到时候房间自给亿的程度可以高一些 整个心体暖暖玩一玩 其他活动的话呢 就没什么好说的 最后将两个中榜消息 一个是要送自选常驻武器 虽然目前主流队伍都用不上 但好歹是送了 舒舒服服的 第二个就更加重量级了 3.0版本的预告 不仅有着大量的热定和谜语人黑他 更有着12位英雄后裔 以及 我吵 爱丽西亚 那这不是往事乐土十三英杰吗 哎 少了一个就是 仙周的华 全对上了 好好好 大的终于来了 这下是对3.0的期待给拉满了呀 可惜就是得先供2.7再说 好 那么以上这2.7版本规划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负弹只得说 非常重要 那这么中 下期吧 掰 再用一遍 再用一遍 谢谢观看